155 城鋪 遼寧發現長羽恐龍石 2015年7月18日兩岸A12 本部兩岸早報導 科學家在東北遼寧省發現了一種體型大、前肢短 且有羽毛的磁龍類恐龍,名名為宣示鎮圓龍 這具恐龍發射完整保留在火山岩中,約兩迷牆 這是目前發現最大,並具有保存完整類淺了類似磅的恐龍 大大增加了早白鶴幾時期長羽恐龍的多樣性 研究人員目前仍不清楚鎮圓龍掌滿羽毛的似磅是否有飛行能力 宣示鎮圓龍的發現增加了早白鶴細時期長羽恐龍的多樣性 據介紹,鎮圓龍生活於1.25億年前的早白鶴幾 作為以滅絕的軟了類親圓關係最近的一個類群 鎮圓龍是第二例具有短前肢和首例前肢 尾巴上長有羽毛的似磅 肌肉僅用於圓要大多數來自遼寧的似磅類體型與家媽或中型犬相訪 具有較長的前肢和布滿羽毛的寬大翅膀 不過,天羽到龍是唯一的例外 旗體長接近兩米,前肢相對較短且沒有任何保存下來的羽毛 學界未知與天羽到龍有類似身形的近親有沒有羽毛 呂君昌介紹,與天羽到龍相比,鎮圓龍身形略小 前肢比例雖然短小,卻支撐喜歡大的大羽毛翅膀 至於是否承擔飛行能力還不清楚 呂君昌等人認為,鎮圓龍的整個身體長度超過1.5米 雖然具有像鳥一樣的翅膀,卻可能不會飛 至少不會像現身鳥類一樣用強大的肌肉驅動飛行 此時現在僅僅用來援耀bard